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直在哭, 以前我老爸是三个 其实你爸爸还是有一些渊炎在心里面 但是他因为是你爸爸的 你爸爸说话 我没有想到你爸爸说话 你爸爸也很生气是吧 俗语有话, 只是包不住火 曾文出轨的事最终被家人发现 以至于曾文和老婆陈超明的感情 也从此蒙上了阴影 十几年前就过了身 而不幸的是 随积曾文的其他三个小孩 也纷纷离世 唯一在世的二儿子曾无有 也一直堪货, 贫困潦倒 行动不变的曾文实在没办法 就想去找婚爱情人 黄天佑和两个小孩 希望得到帮助 就在去年, 他找到曾文和两兄妹 但遭到对方的拒绝 但是曾文迫不甘心 而且曾无有也希望 这两个同父义母的弟弟妹妹 可以帮忙分担压力, 照顾爸爸 你现在跑去回来认 而且你原来在历史上 你都是有婚姻的 你有家庭 你爷爷有子女 你就给你原来爱人的子女 一起过去玩了 你跑去扔了 这一篇所以翻开 现在的婆婆做得修罗自己年轻的时候 你做得对不起自己的儿女 另外儿女一直认为 我的母亲、我的爸爸走就死了 我父母拉我拉起来到现在不容易 那么现在大家有个家很好 现在跟人家靠着习饭 全部打乱了, 人家都解释不了 人家都冒出来 往事重提, 曾文无出声 或者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的过错 不过错还错 老人始终表示 曾无学、曾无分两国 作为他的子女 对他应该负起善良的义务 看见曾文还要坚持 黄德纯两夫妻忍不住大声杂瓦 而连舌已高的曾文似乎不堪受辱 生气得全身在震, 倒在地上 曾文究竟是希望谁站出来 兴死我 真的兴死我 兴死我 昔天天 你醒不上来我门 这是蜘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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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蛤 妈妈, 你干嘛呀 哎呀你整直 妈、这是干什么, 爷爷 我干不 baked 妈呀你干不暂 你来不要慌啊 原來五十年前, 年輕風流的曾文 有一段露水情緣 原本她打算和情人露死不相往來 但現在, 原配妻子已經離世 她也年事已高, 希望跟對方再續前緣 但女朋友黃天佑則嫌疑不肯 那曾無學, 曾無分兩兄妹 會否接納一個闊別了近半個世紀的爸爸 快把爺爺弄起來了 快點, 雞肉太涼了 快點 快點 那是兩人不來就不去 那你先起來說吧, 她這樣躺著怎麼行 爺爺, 起來… 進來, 進來, 進來 進來, 進來 那不能躺在地上休息 起累 不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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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忙了 不忙了 我們不跟他們生氣好不好 爺爺, 我們起來好不好 她怎麼樣都是您的兒女 對不對 身體裡面牛的是您的血嗎 快走啊, 沒事 快起來, 小心, 小心 把電話背我身體給我 沒事吧 那我走了 要不要緊, 要不要緊, 還好吧 等一下, 等我吃進去 還好不好, 胸口還好不好 怎麼樣 不好啊 現在還在跳 還在跳嗎 我們走到地上休息一下好不好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去找黃天佑 或者曾無學, 曾無分兩兄妹 轉達她的訴求 送曾文回家之後 我們通過當地的居委會 找到黃天佑和曾家兩兄妹 那我就問了我們 我們做個份子 就騙了我 一個是騙了我 第二 那個時候就 我長見了我 長見了我們同學 就長見了我 長見了我過後 那時候我還要弄牌的女兒 眼前一個暴女盆山的老人 就是曾文心心念念的女友 黃天佑 今年83歲 黃天佑老人告訴我們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 她的老公過了身 自己獨自照顧著一個小孩生活 後來遇到從外地來的手藝人曾文 在對方的哄騙下 糊裡糊塗地和對方發生了關係 並因此生了曾無學 我吃天佑都吃蘭瓜湯 吃鹹菜湯 吃醬燉湯 比起吃我燉地 由於性格膽小內向 加上那時候條件艱苦 黃天佑覺得曾文對自己有意思 沒有結婚 又有手藝 兩個人如果在一起 生活壓力會減少很多 於是同居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和曾文提出結婚的想法 那時候我就說 我老老女 他就說我小姐在帶手藝人 想那就答應我 咬掉了 他就說 早上質地去重遇 既然他沒有接面 那人下一個人都回來了 我說 不, 你不扮, 不扮, 不扮, 都可以 我又沒有文化的人, 是不是 那時候我就跟我的生活有 那就沒扮 這樣的同居生活持續了五、六年 直到小女兒曾無分出世 黃天佑覺得必須扮你結婚制 但他想不到的是 在自己的多方堅持下 曾文居然選擇離開, 再也沒回來 曾文消失之後, 黃天佑很傷心 不輕易相信其他男人, 也沒有再結婚 一個人起早貪客, 照大小女兒 而小女兒亦比較爭氣, 現在過得不錯 但五十年過了, 命運再一次捉弄了她 就在她和小女兒過附足平靜的生活時 曾文就突然出現 而且希望可以跟黃天佑再續前緣 同時得到兩個小女兒的照顧 她的一個訴求 可不可以得到黃天佑的同意? 當然, 我不恨 我就是想, 哪來想, 到現在他騙了我 對他來騙我, 不可能, 你是不可能 很明顯, 黃天佑被他傷透了心 不願意此生再跟曾文有任何關係 跟媽媽一樣 曾蒙鶴鶴和曾蒙芬分兩兄妹 也是一樣的答案 我騙一下自己的房子 你沒什麼父親, 沒見到父親的責任 雜貴嘛, 雜貴嘛, 雜貴嘛 雜貴嘛, 我就是拿著那份錢 我拿著那些殘廢人或很早營 我心裡很舒服 但你也很累 我拿著那份錢, 我心裡都不信心 我們小時候, 你就把我們拋棄了 你都不慣我們 現在, 我這個人, 我是你的兒女 你就是我們的 周無鶴兩兄妹認為 爸爸不僅沒有為之前的行為感到羞愧 現在反而還要求他們盡子女的義務 非常不合理 並且還破壞了家裡原有的氣氛 在你從小長大的影響中 根本就沒得父親來的人存在 就是沒得 一直都生媽媽 一直都生媽媽, 等你, 我不可以說話 從那裡來的, 我包括我家裡來的 其實這個事情也很不公平 媽媽黃天佑原本打算守住的秘密 現在隨著曾文的道理被揭開 令全家人都感到非常羞辱 而曾文還是認為無論如何 子女還是要對她履行善養而務 並早已在當地法院 起訴了曾蒙學、曾蒙分量兄妹 一起訴訟, 經法院的審理 按照相關法規 曾蒙友、曾蒙學、曾蒙芳方三個人 每人每個月支付曾文兩百元 並在路人生病時共同承擔相應的費用 拿兩個粉末粉末 粉末上面的責物 粉末也不拿 我三個月粉末也不拿就不能適應 就是我已經僱到一次 很多時候發了就斷下來 盼著下來, 兩步 雖然法院已經審判下來 但曾蒙學、曾蒙分量兄妹均表示 不願意執行 而曾文亦都想辦法通過其他途徑 來保障自己的晚年 我們先回家, 好不好 回家 四十九 七十九 七十九 對, 全部 七十九 就整個二十一 好 好 鄭爺爺 這是給你們的 我一切螃蟹 沒事 這個是餅乾 少吃也方便便 對老人家生氣好一些 這也是我們的心意 沒什麼別的意思 一些小小的心意 真是太后六夫 感谢六夫 欢迎回来《珍情追踪》 曾文的晚年真是很艰辛 六个子女死的死 散的散 第二个子 争无有 同样是如此可怜 有心无力 而争无学 争无分两兄妹 得知自己的生父是曾文之后 没有亲人重逢的那份惊喜 只有愤怒和觉得很羞耻 我们在想 如果当初曾文 没有造成这段业缘 又或者可以比较好处理这段婚外情 比两边的小孩足够父爱的话 相信他现在的境况会大不一样 现在所有的不堪 其实都是他当初一手造成 而对于争无学和争无分 我们都想说一句 尽管你们心目当中 有太多的委屈和不甘心 但是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对于爸爸 还是有应该要尽的善良义目 好了 多谢你收看今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selfish songs they are surrounded by 中文字幕 李宗盛